往生为三种庄严 这三种 佛陀庄严 佛庄严 菩萨庄严 三种庄严 佛陀道场 佛是老师 菩萨是学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得搞清楚 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 没有看到过往 大臣 也没有私农工商 极乐世界非常单纯 就是老师跟学生 所以 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的身团 就是极乐世界的影子 没有任何组织 虽然学生很多 我们估计 释迦牟尼佛 每一天围绕着的学生 不会少过三千人 他有秩序 一点都不乱 他也不需要什么排队 不需要分什么大班小班 什么大队长小队长 没有 他全部都没有 全是平等的 自自然然 他的直序 丝毫都不温乱 五轮上讲的 长幽游戏 他们的这个长幽游戏 是 跟佛 早晚不同 早跟佛的 站在佛的前面 第二个来的 排在第二位 第三个排第三位 他是这样 很有秩序 一点都不会乱 也不需要人去指挥 也不需要人去安排 西方极乐世界的素颖 看着这个我们体会的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扩学 发达到最高峰 没有比他更高的 来自 社方世界 出来的人 出来 还带着 他原来 那个过渡里面的 一些吸气 你想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吸气 要吃饭 要休息 你想吃饭 饭菜摆在面前 八卫饮食 享受跟帝王一样 摆在面前一看 我在极乐世界 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立刻就没有了 也不需要去收拾 住的房子干干净净 什么也没有 需要他就来了 不需要他没有了 客人来了 好 这座椅全部都有了 大家请坐 客人走了 全都没有了 真妙啊 这是科学发展到最高 我们地球上科技跟那比 差太远了 完全是随念变化 像画乐天 踏发自在 也肚自在 那个世界没有灾难 那个世界没有四季 没有寒冷的冬天 也没有夏天 四季长春 真的你看不到 花开花谢 没有 花永远开的 国永远在树上 没有人想去踩它 花草树木 永不凋谢 为什么 踏实 自信所变的 自信所生的 所谢的 他没有识别 那个地方的人 没有妄想 分别之处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永恒不变 一阵发解 任何时间想去 都能去 丝毫障碍都没有 障碍是在你自己心里头 与什么人 什么境界都不相干 真的大自在啊 都不相干 感谢观看